早 quedan 大家好,歡迎收看左行為理 我是蒜 mentor car52 那我們先看今天 baskets 片戴上的蛋白 隨著在昨天美股四大指數 形成同步的重挫 尤其像科技類股包向Nestoc指數 拉回2%多 其中包向費成半導體 一點跌得超過4% 那相对于美股这个科技类股做个重挫 那当然今天这个台股算是一个超乎想象的一个强势 那到今天盘中最多最多找盘开低走低 最多也不够拉回67点 那相对于到今天这个收盘 也随着这个互时指数的一个 今天季度的一个调整 那等于说到最后一盘 形成一个叫做油黑的一个翻红 到收盘收盘一个26点 指数一样在17,812点 还在17,800点之上 那相对于我想针对近期 这个台股的部分等于是说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延续到目前为止 就针对目前这个波段的台股 它是濒临到逼近到这个18,000的一个重压区 然后这个重压区 就说在最近这个波段的一个量 量一直出不来 那你说说重压没有办法去形成一次 一次的一个越过 那所以说我想在短线上这个盘是属于在这个18,000 这个重压之前 它在做一个叫做关前的一个震荡 那这个关前震荡毕竟拉回弧度相对是非常非常有限 尤其说底部越体越高 那等于是说我们在之前也跟各位强调过 台股这个历史高点 18,034点 早过晚过都一样会过 早过晚过都一样会过 那毕竟我想短线上它先透过这样子一个关前的 这个高档的一个震荡 来把筹码获得一定的一个稳定之后 后续整理完之后再攻 那毕竟针对这个所谓的震荡盘 震荡整理盘 我想测量面的重点 我想我们每一天都跟各位强调 你要根据讯号高卖低卖 针对不同的这种轮动个股 只要说各位 你掌握住它轮动的tempo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天天都是好行情 那毕竟针对操作车内面重点 我当当的话 18,000重压形成折返 那在这礼拜大概 月薪线在礼拜二一度也做让跌破 跌破之后我想到这两天又重新 又做让收护 那等于是说 虽然这个收护 那问题以现阶段这个月线的一个趋势 还是维持往下 代表就是说 这个盘还会做个震荡整理 那这个震荡整理我想没关系 最主要就是说 你要去针对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操作个股 不是在操作大盘 那相对就是说 你要去区分不同个股 它的高低位阶来执行 这叫高卖低买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的话 近期在17000-18000 我们带给各位都是唯一的策略 这个叫短波段的这个价差的一个操作 那至于就是说 高卖低买 什么叫做高什么叫做低 我想很多投资者们 我想最大最大投资的盲点 大盘或者个股 它的高低位阶 跟多空买卖点搞不清楚 那搞不清楚 大盘的话什么叫高什么叫低 你就无从区隔期 你觉得够高后面还有更高 你觉得够低后面还有更低 那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就是说 一路就是说针对一档个股 它在做轮动起攻 那起攻攻到一个段落 你相信 你相信它在完真 那你才追进去 追进去之后 又形成折返 那一折返 随着一天一天 每天跌一点 越跌越凶 那等到各位受不了了 你又把它做这样砍下去 砍下去之后又开始做一个 往上的一个攻击 那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区隔 这个个股的一个高低位阶的一个结果 造成这个散户的宿命叫什么 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的状况就会产生 那如果说各位你有这个工序 我想这个软体 我们每一天都跟各位做强调 可以帮助各位 去说投资人最关心的这两件事情 第一件叫什么叫做选股 精确的一个选股 针对不同阶段的这种强势主流 各个股都可以协助各位 做第一时间的一个掌握 那除了像选股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挑出来这些个股 你如何去决定它的一个买卖点 那工具的话 第一时间都可以针对 这些轮动的这些起工这些个股 掌握住这个第一时间 这个买卖点的一个讯号 所以说你只要说 买到好的股票 配合好的一个买卖点 我想这个就是各位 获利的一个保证 那毕竟针对这选股的部分 我想每一天 挑出来的个股 挡数的不多 一挡到两挡 那针对我想 远的就不讲 我想我们在近期 针对这个盘 从18000这样子 开始做折返以来 不断跟各位强调 高卖低买 高卖低买 在前坡 碰到这个18000这个压力区 我们要在那个当下 我们是特别留意一些个股的一个高卖 那高卖完之后 它也经过这个修正拉回 拉回 你就可以针对已经率先 经过整理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 来做到一趟 找它的一个回撤的一个买点 那这个部分我想 我们在远的不讲 我想在近期 我们带给各位 不管像IC设计 不管像这个低轨 卫星的一些相关概念个股 我想都带给各位相当相当丰硕的 一趟的一个获利 那包括在这个礼拜 我想这个礼拜 我们透过这个软体挑出来 这个股档数都不多了 当一档到两档 那当然的话 在这个礼拜 礼拜三 我们邦克去锁定工具挑出来 就这么两档个股 那这两档个股 当然的话 两档全部都是IC设计 包括第一档 这个3035的资源 资源这样个股 各样看的很清楚 全波创高之后 你不要去做追高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修正整理 那这个波段 我想这个是一档集团作帐 连家军 连电家族的一档个股 那当然的话 我想以这个 像以字眼来讲 这个波段一修正拉回之后 回撤 买点薰要做一个产生 那在这个礼拜 礼拜三 他又重新 站上这个上弯的这个月均线 又已经全面性 恢复为多头 那配合 这个买点薰要产生 我想在当天 我们在礼拜三 工区是挑出来这两档 6104创尾 跟3035的这个资源 那这两档个股 我想 礼拜三 我们分享各位 那到礼拜四 这两档个股 全面性 锁住涨停 锁住涨停 股价实际性做一个创高 那当然的话 就包括字眼跟创围 那像字眼等于是说 当天 12月15号 礼拜三 买点薰要刚刚好做一个出现 当天也拉到涨停 到礼拜四 延续 第二个涨停 到礼拜五 礼拜五 礼拜五一样持续性还是 做一个创高 礼拜五 最高已经来到229块半 那持续性到今天 到礼拜五的收盘 收盘一样大涨8块 连续三天 连三红 股价做一个持续性的创高 那各位你就说针对这种个股 你买在这种 当时不要去做追高 回撤之后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这个价格 买到更多的这个章数 那当然我们的动作一样全面性 都是根据讯号 有讯号 我们就执行该做的这个动作 透过这个讯号 简单的一个操作 那能不能带给各位 创造轻轻松松的获利 买点在这一天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持续性做一个不断不断 天天涨停 天天创高的一个态势 字眼的一个部分 买点在196.5 今天已经来到 收在这个225.5 这个价差 价差很快接近30块钱 一张不用多 就是赚了3万块钱 那包括像这个创委 我想这两个标的一样 我们在从8月份以来 已经来来回回 也带各位操作过四趟五趟 那针对每一趟 我想我们在每一趟的这个买点 需要产生那个当下 我们全微信 都有在我们这个Telegram 都第一时间 就直接分享各位 那如果说各位 你有这个工具 第一时间来掌握住 这个它的一个买卖点 这个讯号第一时间 买点是出来 然后毕竟再怎么样 我们就是说当天给各位做分享 最快最快 大概也都经过一些文书 做一个时间去做一个截图 这样子 你总是会有一些落差 会有这个落差 那你如果你有这个软件 你有这个工具 第一时间的掌握 你盯住这一档个股 长期去follow住它的一个买卖点 每一趟 买点产生你做买 买点产生你做卖 高卖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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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趟赚完再接一趟 那包括在前波它创历史新高 来到204.5的后续 204.5大概历经 大概一个月的一个修正拉回 那这一趟拉回我想一样 在礼拜三 礼拜三一样 买点讯号做一个产生 在187块钱 那当然我们在当天 一样都是在盘中 Tero跟我们就直接分享 全部会员都有了一档个股 6104创委买讯一到 礼拜三当天那个涨了 起差不多5% 半根停板 当时买点讯号在这个187 当天是由黑翻红 那到礼拜四 礼拜四的一个创委 马上锁住涨停 来到208块钱 涨停板创历史新高 涨停板创历史新高 那毕竟我想针对创委 在今天相对来讲 绝大多数的一些电子个股 都在做修行 因为毕竟今天 包括钢铁 包括航运 反而是担干今天这个盘面 主攻的一个要角 那当然很多的 这些电子的科技类股 尤其像半导体的这些个股 很多都在做个修行拉回 那重点 像刚刚我们分享 字眼继续涨 继续做个创高 那创委今天一样 盘中一度 一度拉回大概3%多 后续我想到今天这个收盘 小跌一个3块钱 大概跌了1%多 那等于是说 从礼拜三涨5%多 礼拜四涨停 那到今天小度 压回1%多 我想这个一样 跌离到卖点产生外 这个都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等于说 我们的策略很简单 依然 根据讯号 我们来执行 卖讯还没有产生之前 我们就做续报的一个动作 就OK 因为毕竟今天早上一些 很多IC设计个股都拉回 弧度很深 我想 投资本人会有这样的疑虑 那等于说 我们也都直接在我们这个Telegram 也不断跟各位做提点 因为毕竟在近期 我们带给各位相同操作的这些 包括像IC设计 包括像低轨卫星的这些个股 像在礼拜四 不管像智源 像创委 甚至包括像这个声达科 三一四一的金鸿 全面性都是锁住涨停 都是锁住涨停 那今天这四檔个股 在盘中一度都是压回 那当然 到收盘 都是形成一个小度压回 我想这就是 一样 请各位 根据讯号来执行 这个叫机械式的一个动作都OK 麦讯还没产生 你依然都做续报 买点在187万 到今天收在205 收在205块钱 小跌一个3块钱 就等于说 大概拉回1%多 拉回1%多 一样 我们是执行 这个续报的一个动作 续报的动作 到目前这个价差 快接近20块钱 快接近20块钱的一趟价差 创委的部分 那另外我想 我们在这个 这个礼拜三盘后 我们一样有针对一些 它陆陆续续都有产生 买点的一些 包括像金豪科 金豪科在礼拜三涨6块半 昨天涨7块 那今天压回4块钱 我想这个都一样 讯号 买点讯号产生之后 一路还是往上做发展 卖讯还没产生 你都做续报 天狱 今天还算是蛮强势的表现 天狱 当时一买一卖 前面那一趟价差是40块半 拉回30块半 前面那一趟一拉高 又是11块钱的价差 一拉回一样是11块钱 那等于说 这一段期间大概在做个盘整 做整理 后续 离拜三就产生买点 在269.5 269.5 我想到今天 又已经来到290块钱 昨天涨 我想到今天连续三天 已经形成一个叫连三红 那毕竟我想针对 像天狱到下个礼拜 礼拜一 它会纳入到 互死指数的中小型股 那当然后续都会 还会有所表现 一样请各位 一样根据讯号来执行 该做这个动作都OK 那针对 就是说我们在礼拜三 除了针对一些个股 你可以去留意做买进以外 那我们尤其都有针对一些 已经产生陆陆续运 产生卖讯的一些消防个股 我们也一样请各位要去留意做高卖 那留意做高卖的话 我想以这些个股来看 包括像这个1590的 像这个中砂的部分 各位看得很清楚 当时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卖 因为毕竟这个都已经产生高档爆量 这种高档爆量 一出量高档爆大量 这个绝对 绝对没有好事 没有好事 连续四天 我想到今天 已经连出来 射四股 月经线 一样去做一样跌破 月线做一样跌破 2312 金保 港宽 今天继续跌了三毛 以这档个股一样 礼拜二一样指数 他礼拜一拉到涨停板 礼拜二创高 那天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 高档爆大量 当天融资增加6000多张 散户6000多张做追进 追进去的后续 连续三天 连三黑 那你要包括像这个1721 像这个三晃 三晃这档个股我想在两个礼拜之前 一样高档爆大量 股价创高 开高走低压回 高档爆大量 到目前两个多礼拜 已经全面性跌破月线 跌破月线 这是之所以为什么高档出大量 我们都要请各位特别留意 做到高卖的一个重点 8103 像这个汉犬的部分 从高档卖 这个爆量之后 到今天为止 连续三天都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今天继续又跌了1.25元 全面性 一样都是全面性做一个拉回 我想这些个股一样 就是说请各位 只要有配合一些 卖讯产生的一些相关个股 一样要请各位 特别特别去留意 会买 一样要会卖 会买一样要会卖 所以说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一样各位策略的重点一样 请各位无论如何 针对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 你要去掌握住它 这个轮动的一个tempo 我想就是说 包括我们就说 什么个股该做买 什么个股该做卖 产生这些卖讯率相关的个股 也要请各位特别留意 做到高卖的一个策略 那相对应我想在针对近期 近期我们带给各位的 这些操作的个股 全面性 我们都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有买有卖有卖 就执行这个叫 短波段的一个架塌操作 那包括像这个低轨卫星 尤其像这个产业 我想我们在Telegram 都有跟各位分享 像生达科 打入这个低轨卫星 全球前三大的这个 这个供应链里面 那包括就是说 从12月7号 买点讯号产生当下 我们在当天 9点22分带进我们的会员 买点讯号产生在163 163 有没有在第一时间分享 各位 请各位到12月7号 上个礼拜 礼拜二 9点27分 9点27分 我们直接给各位做相关分享 那当然我想以这个生达科 一路涨一路涨 买点讯号产生在这边 那他在前天 一样有产生一趟卖讯 我们一样跟各位做强调 先卖一趟 隔一天到礼拜四 又产生买点 又产生买点 在这个199块钱 全面性还在往上做一个攻击 那这一趟这个价差 已经超过这50块钱 50块钱的获利 全面性都是第一时间分享 那包括我们都想 我们在近期带给各位相关操作 这些标的一样全面性 就是事先分享 事后去做追踪验证 那相对除了像这个生达科 这个低轨卫行以外 那另外包括 我们在这个11月29号 我想这一天是蛮具有 这个关键性转折那一天 11月29号 当时大盘是跌了800多点 上上个礼拜的礼拜一 因为为什么这一天很关键 就是说在当时 就是新的Omicron 这个病毒 做得实际性延烧 那提早一天的一个礼拜五 这一天是礼拜一 礼拜五 每股道雄是跌了快捷金 1000点 全市场一片恐慌 那我们就说 针对在当天 我们9点13分 高点13分 开盘不久 我们就直接告诉各位 不要去做沙滴 不要去做沙滴 甚至你都可以针对一些个股 来做到 留意做一个布局 那可以买哪些个股 我想我们在当时9点46分 一样直接分享 工讯那天就挑出来这两档 这两档股票 第一时间 一样都直接分享 各位 包括一档IC设计的新唐 低轨卫星的这个瑞特KY 是这个声达科的一家子公司 那我想以 新唐最近这个波段 已经来来回合已经两趟 那瑞特KY 我想从蠻点需要产生在553 到今天 到今天才产生这个卖讯 那我想以这一趟 短短大概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瑞特已经拉开55%多以上的一个获利的价差 全面性 有没有分享 各位你不妨到这个11月29号 我们在9点46分 相关的分享 那针对新唐 我想我们在当天一样 11月29号 前一波大盘已经拉回 拉回819点 那在那一天 新唐产生买点 在这142.5 那当话 我们也带进我们全部的会员 我们分享各位9点46分 那时候 在盘下 敢买的话 我们是全部会员都有 这样子拉高上去 由黑翻红 当天盘从一度 由黑翻红 拉到涨停 后续 卖点产生在157 那等于说我们在10月29号买进 12月3号 刚刚好一个礼拜的时间 有买有卖 这一趟获利 获利先放口袋 卖掉之后 这一趟拉回20块钱 如果说14块半 你只会买不会卖 这一趟拉回 又把各位获利 又是全部吐光光 全部吐光光 那当话 我想一新唐到礼拜二 又产生买点在141 那当话 目前都是实际获利当中 一样静待 卖讯产生 再来执行 这个卖的一个策略就OK 已经连续性做个 当时高卖 一拉回20块钱 买点又做产生 目前一样实际在往上做攻击 就静待这个卖讯产生 那这个瑞特更精彩 买点在55块3 当天11月29号 我们就说一样第一时间分享 那买点需要产生的后续 就是说以瑞特从上个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还是涨停 到这个礼拜礼拜一 已经来到8字头 当时的买点在55块3 5字头 这个礼拜礼拜一已经进入到8字头 那到目前 目前 到礼拜四 来到92块8 92块8 持续性改写它的历史新高 那重点我想我们在昨天就很清楚 告诉各位 卖讯已经即将做一个出现了 要请各位留意要会卖 要会卖 那果不其量我想在今天 今天瑞特 卖讯已经产生在这个87块7 一样 卖讯产生一样请各位 执行 这个获利落袋的一个动作 这一趟价差58.5% 全面性 就是有买有卖 获利 一定要放口袋 所以我想如果说各位 你有这个工具 讯号 党党轮动个股 不管像前一波ABF摘板 南店有买有卖 价差50块钱 你不会卖 一拉回56块 都差很大 威胜一样如此 天域 前面那一趟赚40块半 拉回30块半 这一趟又产生买点 一买一卖 又赚11块钱 不会卖又是拉回11块半 那到这一两天又产生买点 我想天域的状况 一样都是来来回回 惊鸿港款 这一趟来来回回 我想到目前已经操作第六趟 第六趟 这个累积的价差 已经来到237块钱 全面性你有这个工具讯号 第一时间的一个掌握 我想每一趟的一个轮动 你都可以掌握到 第一时间的一个万能圈圈的掌握 那这个工具各位 你如果在做取得 尤其像下个礼拜你要去留意 哪一些个股来做个锁定 那我们在今天实际上 有提供给各位我们这个 年中快打部队 这个最大最大的优惠 大回馈的活动 这是今年最大 节无仅有的活动 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马上拥有这一套 快打部队这个操本软体 那这详细 这个优惠的内容 一样都可以请各位 直接做个来电的洽询 好 做个假期休假一块 我们下期见